我們都知道如果有兩個人在一個圓形的跑道到同一個方向出發的話 而且一個比另一個跑得快的話 在一段時間之後,可能這段時間比較長 快那個一定會追到慢那個 追到慢那個的意思也就是拋了人家整條街,也就是整個圈 這條題目的奇怪的地方就是追到之後 快的那個就會渡回頭走 渡回頭之後就會有第二次迎面見到另外的一位跑手 在這個時刻,這條題目 時間就停止了 就開始停了這一刻,到這一刻為止 我們說另一位跑者,即是跑得比較慢的那一位 那他一共就跑了2.4個圈 那他一直繼續跑,基本上就不用理會的 那他只不過是同方向跑而已 就不會像A在這個題目這樣調來調去的 那他一共跑了2.4個圈 然後這條題目最終就問到,即是這條題目最終關心的東西 就是A的速度是B的多少倍的 那這條題目就這樣看都比較容易明白的 那但是要怎樣計算呢,就可能比較複雜了 那首先呢,我們先看看這條題目怎樣設 我看見這條題目就不賣關子了,直接告訴大家 我們就直接切 A,B的速度分別就是VA和VB 那大家可能會比較覺得奇怪的 我們平時沒有切開X或者Y,那為什麼會這樣切呢? 那這個其實呢,就... 在比較物理上就會經常用得多的 那我們一般就會設定,例如 速度就會用V這個微枝數或者變量 然後呢,為了標示究竟哪一個速度打哪一個速度呢 我們就會在V的右下角這個方位就會寫上它的對象 例如A的速度我們就會寫VA 那B的速度我們就會寫VB 那這一樣東西呢,在物理上會用得比較多的 那今次這一條呢,關於時間和速度距離 那其實,如果轉化成為 那其實它都是一般的物理題 那所以呢,我們都會用上這一種rotation 好了,講完rotation 我們就是時候分析一下這條問題了 那這條問題呢,我們會見到頭這兩句的中文 那它都講到,基本上是用A來做主角的 那A,跑完之後追到B,拋別人整個圈 追到B之後,然後又倒轉 A玩來玩去 那但是它最最後一句,最最後一句 林永一腳,關鍵的 那它就講到,如果時間停止的這一刻呢 B,一共跑了2.4個圈 那呢,最最後一句Stament呢,是用B來做單位的 那所以呢,那如果我們 Practically這樣列這條式出來的話呢 我們都需要跟著題目的那個思路 那會用B來做單位的 那B一共考了2.4個圈 那,問A的速度比B的速度是什麼 那首先,搞清楚這條題目呢 要我問我們所知道的東西呢 那如果用回我們這個單位去表示的話 A的速度是B的多少倍 那即是VA over VB 那這個比例的這一塊東西呢 那這個數字是多少的 那我們知道要找什麼之後呢 那然後我們就看回這條題目了 剛剛講過呢,這條題目 那既然最最後這一句,聞滿一腳呢 畫龍點晶的那一句呢 就是說,如果這一刻B總共跑了2.4個圈 那,很簡單 我們知道這一個是一個距離來的 2.4個圈 那我們一開始首先切,例如一個圈的長度是S 那我加起來了 那一個圈的長度是S 那2.4個圈的長度就是2.4乘以S 非常之簡單,這個是一個距離來的 那然後我們知道距離就會等於時間乘以速度 那我們知道某一件東西要乘以速度 那速度是什麼呢? 那速度是說過跑的這個主角是B嘛 那所以速度當然就是我們需要的VB 這個就是速度了 那然後我們需要Fill Up的呢 就是,嗯,這一塊東西的時間是什麼呢? 那所以我們接著下來的任務呢 就開始分析這個blanket 這個括弧裡面 時間裡的這個component 應該放些什麼下去的 那我們看一看究竟 接下來就要分析一下 在這段時間發生了什麼事了 在這段時間裡 也就是在這個timer stop的那一刻呢 之前發生了兩件事 第一件事呢,就是 A 由後面追到B 這件是叫做第一件事 那,然後呢 A 就回頭走 那,然後 然後迎面 遇到B的 那這一件呢 就是第二件事 我們先看第一件事 A追到B 那,剛剛Exactly 在上一段片呢 我們就解釋過一個concept的 那在這裡再寫多一次了 這個呢,就叫做 相對速度 relative speed 那,乘以這個絕對的時間 又或者叫做時間 那,這件事呢 就會等於相對的距離 那,這件事 在上一段片就 已經講得比較多了 那,這次呢 就直接拿這個結果拿出來用了 那,相對的距離 也就是什麼呢 那,之前講過 如果 V A 這個是A的速度 VB這個是B的速度 那,如果我們A 需要追到B的話 那,實際上 那,實際操作的 相對速度呢 就是 VA 這個東西 減VB 這個就是他們的實際速度 那,而倒轉 那,如果 A和B是不同方向的跑的話 那,也可以理解作為 A和B 那,他們合作一起完成 一條賽道 那,也就是我們這樣想 我們以前的經典題目 就告訴你 如果有一段距離 那,A由這裏向這裏走 那,B由這裏向這裏走 那,B由這裏向這裏走 那,他們叫做合作 那,完成一段 道路的距離 那,他們的 相對速度呢 就會變成 VA加VB 那,這些都是在上一套影片說過的東西 那,今次我們直接就下拍他就要收了 那,我們既然有相對速度 那,由於我之前說過 這個Banker我們需要拍個時間下去 那,所以我們就會嘗試去找這個相對的距離是什麼 那,之前我剛剛在這裏的開始都經常說到 那,A追到B 也就是剛剛贏別人的一條街 也就是剛剛贏別人的一個圈 那,你要跑多一個人的一個圈 那,才會追到別人的 那,既然說到這個是追到的 那,也就是第一次 那,也就是他們中間的相對距離 就剛剛好 是一個圈的 那,既然是這樣 我們之前就已經這一個S 這一個S呢 是一個圈的長度 那,所以這個相對距離呢 就剛剛好一個圈了 解釋了很多 然後,這個相對的速度 就剛剛好就是紫色的 寫了在這裡 VA-VB 這個就是第一段時間 做到的事情了 就是A在後面追到B 那,然後呢 在追到的那一刻 A 就倒回頭走 那,也就是在這個情況 A和B合作 完成一個Circular Track 一個圓形軌道的一個賽事 一個圓形軌道的一個賽事 那,他們合作 那,他們合作 跑完這麼多的話 那,跑完一個圈 那,當然一個圈的長度 就是這個S啦 然後 然後,他們所用的相對速度呢 就是VA-VB這件事 OK,那條式呢 就是這樣列出來了 我們有,我們有 我們有,括弧裡面這件事 是整個圈的時間 乘以VB所需要的速度 即是B所行的速度 那,它總共完成了多少 就是跑了多少 就是2.4個圈 所以等於2.4 乘以S的 那,發覺呢 S呢 這個東西 在兩邊都有 那,所以最終呢 其實是可以cancel的 那,S可以沒有了 那,然後我們剩下這些 就是只有AB 那,讓我們manipulate的 那,之後呢 這條就變成一個 都很為單純的一個代數的 處理方法 那,所以如果我們整理一下 我們首先要introduce一個 新的符號啦 那,由於我們計這麼多呢 我們都是想去找他們的比例而已 那,既然這樣 那,我們不妨就切一個新的variable 那,這個東西叫做 Z啦 那,Z這個東西呢 就是這個的比例啦 就是VA over VB這個比例 那,然後我們將這些東西 用代數的方法拼一拼呢 我們就會找出一個這樣的關係 就是6Z的平方 減5個Z 減6 那,這個東西呢 就等於0的 那,我們發覺呢 這東西就可以刷 刷成3Z加2 乘以2Z減3 這東西等於0的 那,我們知道這兩個東西的速度 那,速度要是正數啦 然後,那,所以他們之間的比例呢 就不會有負數的關係 那,這些是一般的 如果要符予這個數學 有它什麼物理意義的話 那,我們需要寫去一些解的 那,我們看到這個將會解出來 會是負數 那,所以我們就可以拿走位了 那,然後得出來的這個答案呢 就是 C這個東西就會等於 3 over e 那,也就是1.5倍的意思了 那,所以這個解呢 那,就是 甲的速度是月的1.5倍 就是這樣子 那,謝謝你 謝謝你